阿莫本世 迪迦摩尼佛 一年一度的潮山玉佛里观音 于十八日上午 在法谷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展开 预计周末两天活动 将有数千民众到此共请佛诞 好几次 我跟他跟阿嬷 我们直接来 先临障的放松 我太太还有带着baby一家三口来 以前有潮山过啦 那时候是用可以跪 好像亲吻大地那种感觉 那现在就没办法 但是也有另外感受 因为觉得是说 西域阿修带小孩子来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 法谷山是真的是一个宝山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师兄师姐 也都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推荐大家 实在是很值得来这边看看风景 然后礼礼佛 然后呼吸新鲜空气 我觉得这边的氛围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这样子 此次的预逢很多元化 法谷山总本山安排了很多的活动 有动态有静态 还有很多的点心 还有很觉得很亲自 因为看到很多的胜利军 真的很活跃 觉得很有希望 那今天我们共同庆祝 缅怀 还有呢 感恩我们的教主 本师释迦牟尼佛呢 将生人间 做我们认真呢 修行成佛 成佛 那他也告诉我们呢 如果跟他一样来修行呢 我们一样也可以成佛 斗众生 那所谓的修行呢 那就是修行佛法的 慈悲跟智慧 慈悲就没有对了 那智慧就呢 不起本来 那所谓的佛法呢 很简单的说 安心 安心的法男 那所谓心安 就有平安 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呢 穿办人所提倡的 那信用环保 这不仅仅是我们 台湾所需要 是全世界人物 所需要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共同 很欢喜的 来参加佛 然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 仪式意义 然后呢 把它呢 实现实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在 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而且能够来帮助他 那刚刚法师跟我们开始 其实万事重新开始 心改变了 所有事情就改变了 做了这么多的 点点滴滴的功德 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 更加的相和 对于这个法古山 在当地代表我们整个区域里面 是一个心安安心对这个 叫化人心的这样的环境 其实 力气能够降低 华古山护法总会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婚会 大概都参与了 还有我们社会大学 合唱团 还有我们金山的精美国小 大同国小的小朋友 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 这个护士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欣赏 而且可以享受一些 美食的一个体验 事实上今天我们 还有我们华古山 食餐基金会的会长 还有警会会者 副会长都在 从国小到大学的这个学生 今天正好他们要去 帮他这个讲究这些 今天大家来参加曹山 浴火李冠英的华会 祝福各位 华喜松坎 平安自在 何家平安 何家幸福